這次是雲林一六四線的口湖路段 平常是像這樣車輪人亡 但每年一到農曆的六月八號 這裡就會出現這個 造型庫氏燈籠的奇特物品 而且沿線排列好幾公里 畫面是相當的壯觀 透過空拍可以看見三千八百支水狀 沿著公路排程長長兩列 有如后人在列队迎接 过世亲人到来 这就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水难祭典 云宁口湖牵水状 在台语我们都听到法旋 这个小孩有几个针 头巫有几个针 它本身就是一个漩涡的意思 透过旋的这个动作 把水底下的孤魂 从底下让它转着旋上来 老大家人手本叫人十二十个 一看一看 往三长五次了 一千 杯一千 冠冠找欺客 只要来参加的 包含观众 包含这些乡民 不限身份 都可以来参加转水状 当水状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现场气氛 讓你越來越緊張 聽到鸡鳴 據說大事就要發生 當孤魂已經成功的 被這個水狀給牽引上來之後 據說鸡就會啼叫 三個壯丁都抓不住的 回憶男子 他怎會如此力大無窮 你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來 直接大家引領 婚姻男子往廟的方向浮奔 奇怪的是 原本力大無窮的婚姻男子 突然像泄了氣一樣 渾身貪軟 要不是有人搶扶 他根本無法繼續往前走 來 妳的兩條來 直到婚姻男子的雙手 離開水狀 彷彿才恢復儀式 聽見周圍有人在呼叫他 有舒服一點了嗎 好 還是不行 好吵暈 好吵暈是不是 因為婚姻男子疲憊到 完全說不出話 我們只能尋找其他參與民眾 才能瞭解神秘的 千水狀儀式 究竟有什麼力量 讓他們出現 如此反常的行為 很像睡著 然後不知不覺後來沒有 所以一開始很知道自己斷轉 後來就不知道了 會覺得他們難過嗎 還好 連續訪問好幾個參與民眾 他們對千水狀的記憶 幾乎是瞬間斷片 這是怎麼一回事 好